1.浩文团队全力更新地厅 本月五神坛之战当中 浩文率领诗情花翼服战队霸气出征 最终以一胜三副一轮空的成绩 无冤十六强 最终的排名在第26位 如今的浩文团队 地厅总数只有三只 与其他豪门相比差距明显 浩文在服战结束之后 第一时间组织老板开会讨论 定下了全力更新 蓄密关照地厅的目标 2.135级别诅咒不谋腰带出炉 来自粉丝的投稿 速递春晓服务器新出一条 130级无级别诅咒不谋腰带 可惜的是 在诅咒特技流行的109和89等级 丰府门派都会选择愤怒腰带 这条腰带的作用略显鸡肋 3.第一三特殊法图山童出炉 近日 159神豪鸭黄在和宠石 炸出一只13技能图山童 同时携带了须弥加出气不易 加出气制胜三大特殊技能 并成功打成九红 堪称全服第一图山童 4.69号出极限专用无级别剑 近日 一位69玩家 鉴定出一把伤害 非常极限的130专用无级别剑 出伤高达781点 更有着54点恐怖力魔双加 这把武器最适合打上太阳时 作为69魔方寸的顶级神器 出现在群凶赛场 5.75级别孝林女头2万遭顺秒 文书院一位玩家 鉴定出一个75级别孝林女头 由于不懂价格 仅仅1-2万元的价格上架 瞬间就被秒杀了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